英國民眾一如往常的 在超市裡採買民生日常用品 但是這兩年 不管是要買麵包 雞蛋 還是蔬菜 水果 他們都得精打細算 因為通貨膨脹舉高不下 讓物價也跟著水漲船高 所以今天我們增加了銀行率 0.25% 至5.25% 英國央行三日再度 祭出了對抗高通膨的手段 決議升息一碼 讓關鍵利率攀升到15年來新高 也就是5.25% 而這也是英國央行 自2021年12月以來 連續第14次升息 雖然英國央行這次的升息行動 是在各界的意料之中 且升息的幅度 與美國聯準會和歐洲央行 上週的決定如出一策 但不同的是 英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 沒有暗示以系列升息措施 即將步入尾聲 我們必須確保 那期的財政策略充足夠 英國當局的目標十分明確 就是要讓通膨率一路回落到2% 即使6月的通膨率終於在1年多來 首次跌破8%大關來到7.9% 創下2022年3月來的新低 但这还是比央行设定的目标高了将近四倍 因此英国央行暗示将会维持现在的高利率较长的一段时间 即使通膨回落到正常水准 也不会立刻开始降息 此外要是通膨迟迟未见缓解 也有可能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 华语新闻师 菲学院总好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